我們今天來來吃的是 有名的冰淇淋 串串 串串 現在來 喔!真的近到我們吃飯 今天的我們來到了奇緣 奇緣是京都的異季區 在夜晚的時候也會有很多居酒屋開放 不過在白天的時候 這很多商店街有很多吃吃喝喝的東西 所以我們先來看看有什麼好吃的吧 是我們有名的冰淇淋 茶粒 串串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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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串串 好!那我們現在來介紹這款 這款呢 看一下抹茶區它不是抹茶 奶油 我剛剛點錯了 愛吃茶 剛剛其實最有名是這個抹茶沒錯 只是因為小孩你可能不會沒有愛吃奶油而已 這次爸爸媽媽很多年前來吃筷子 覺得超級好吃的 所以帶你們來 嗯 好吃對不對 然後他說那個白玉要進一塊吃 瓜會變硬 那個呢是水果 他主要那個白玉 但是 新鮮的東西要趕快吃 都不用� Piece 好好吃 我知道你想吃 冷冷冷冷 我讓換你了 你太吵了 抹茶回 Pastr 本來不起 Aqui吃抹茶 supp 那杯茶的呢 是怎麼口味 有抹茶味 它裡面的冰沙是最好吃的 我吃的 你的賠優冰沙 太冰了是不是 好冰 我現在不是吐 我現在是吐冰 媽 吃烤你的右冰山 你的右冰山嗎 有啊 再給他一點點爹爹好了 你們謝謝 我覺得他們很聰明你知道 因為我們有帶鷹鵝來 所以他們給我一個電梯的 可以出來這個包廂 這裡只有我們而已 對啊 這裡的包廂 而且也不會超多 打開 打開 關開 所以這裡只有我們 就只有我們 搶用這個是 屬於六個人住的六人包廂 只有我們而已 包廂才不是吃的好不好 沿著奇緣南側的花見小路走 經過很多土產店之後 就會來到了四條大橋下的鴨川 鴨川是一個美麗的河川 兩側有很多經典品店 當然有很多居酒屋 河川兩旁十分整潔 很多人齊地而坐 休息 互相看風景 所以只要找位置自己坐下來 就可以在這邊欣賞一下 京都的風味 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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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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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